很多人做不了这样的树脚式的巴达科纳萨 同步学人自然的一个环形的元女人 在几年前老师跟着砖做 这是一个砖砖 但我们的臀部怎么能坐这儿呢 老师说自己也犯了错误 很多人做了一个状态 所以老师也自己承认自己过去的一些错误 所以老师也犯错误 所以突破错误 老师学习 所以如果没犯错误 我们没有这次老师的学习技术 老师从这儿慢慢的学会了 这个人是 你也托了 所以是这个人 所以坐在这个小园盘 所以肋脂肪的肌肉 都不断裂 他们会让你做得更好 所以这样的团团 外团的肌肉不会被割的 会自然的扩展开 会做到问题 她是现在自己坐在地板上做的 她那个大腿 其实是完全的展开 完全的喊 没打平 是这样的一个弧形 没打平 为什么呢 因为头部平 所以头部应该是弧形 哎 那么自然的腿也会变得弧形 所以自然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自己都以为自己做对了 她当时也以为自己做对了 也花了很多年 也花了很多年 很多年 的时间 所以老师在做 在做山式 以及增长式的时候 都不是国形的 为什么在这个几时需要做呢 所以刚好我们给圆盘中间一个小圆孔 然后那个座骨的位置贴到圆孔上 所以我们再给一个东西一个特色来看的圆孔 所以老师给它空间打开 也就是空这个元素把它打开 所以坐在砖上它打开 它就收紧挤压 注意看这两块的圆孔 是不是打开了那层二层 是自然的一个旋转打开的过程 所以膝盖自然让我们向下 膝盖向下 膝盖向下 而这样的姿势会更大 大家就会看 这四五个人有自由吗 有空间吗 所以大师老师就想 如果有砖的话 这个膝盖向下 当时以为挺好的 但是老师还不满足 不断地探索 才有新的发现和发明 所以这样没有任何的压力 而任何的心 这个对女性很好 所以这个对女性很好 所以生产学会很顺利 所以生产学会很顺利 第二点 第二点 这些阿sana 女性 都在游泳里面 很多次去洗手间 比男性多很多 因为女性的膝盖 因为女性的膝盖 相对保育 这个体系呢 让膝盖 以及周边的肌群 变得强 所以这样 头脑中心里的压力 所以这样 心里上的压力 有些脑袋 有些脑袋 然后你不能够摇取 什么事 你会不会 那时候 憋掉很多 所以这些阿sana 流行 脑脑的脑袋 所以这个体系 能够我们头脑中的压力 来解决 所以这些阿sana 可以做到每次 前面 或后面 或睡 一些阿sanas 这些阿sana 就是这样 任何时 任何时候 都可以做 很安全 为什么我说 这些阿sana 不是这个阿sana 阿sana 是 阿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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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如果你觉得 你会有脑袋 那些阿sana 你能够做 在这个阿sana 睡觉 睡觉 或睡觉 所以 当你有问题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包括清醒的时候 睡眠的时候 都会做 那个体系 所以这个阿sana 也属于那个范畴的 所以不是那个 所以不是那个 所以你应该知道 所有的事情 现在是阿sana 现在是阿sana 是阿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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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体系 几乎是没什么 限制 的